大家好,今天是5月30日,期止結算 一定會有更多事情 不要理會怎樣,1的試跌下跌 上升的板塊只有很少 上升板塊就是半導體、零售、天然氣、資訊和建築科技等 半導體板塊是值得大家留意一下 由之前那天的排名33到今天排名第一 原因是市場突然醒覺 就是阿爺去支持半導體的發展 給了三千多億出來研究 很多人都認為三千多億很少 當然這只是一件事 是從雞和豉油的分別 現在不是很想出雞,只是想出豉油 雞是由行業去做 行業自己就去籌錢賺 所以今天一升,升得十分厲害 對於半導體來說 很多人都集中於說 7納米、3納米、1納米、2納米、0納米等 這只是對半導體去細微化的一個很膚淺的形式 這個世界不是越細越好 每個芯片都有特殊功能 你要做到一個功能才行 不是小便行 要有一個功能 像汽車一樣 汽車身邊有很多種不同的功能 你要生產那些才行 你不要只給我一隻碗 一隻碗無論做多小也好 沒有用的 我有湯碗 我有吃麵的碗 我有吃飯的碗 我有吃魚翅的碗 我有醬油的碗 也有裝XO醬的碗 你看這個碗 就是一個芯片 是有不同的東西 好嗎? 所以你不要說我越細越好 但是不是不行的 我的碗是以為是裝佛跳牆 那你以為是裝佛跳牆 可以裝XO醬 當然 我用XO醬 我有特殊需要時 就是用XO醬的碗 那隻碟 如果我需要一個佛跳牆的鐘 我就要一個佛跳牆的鐘 是不是? 佛跳牆的鐘 等不下這個醬油碟 就是這麼簡單 所以很多時候 我做多少納米 這是一個對芯片的很膚淺的形式 那為什麼突然間要做這些東西呢? 我們又做不到這個 那麼低的納米 那麼低什麼東西? 很對不起 我們現在可以做到28納米 或者14納米的東西 每一個芯片有不同的東西 這個例子 華為做車的芯片 是很勁抽的 勁抽到可以超越Tesla 還有一些車的芯片 這些就留在我日後 在我有些文章上才說 不要說那麼多 不過我說華為又沒有問題 因為沒有人買到華為股票 因為它不會上市 不過 我們這裡是有些東西可以買的 首先看看 就是要半圖看 半圖看一聲 半圖看一聲 哇 中芯國際又上來 上海復旦又上來 在芯片的行業上 有些東西我們需要是知道的 遲一點 有些可能是很細的東西 當然不會是幾毫子的東西 是一兩元的東西 要找的 要等它 那些要等它上市才可以 不一定是做這些 ASM有它做了另一本東西 中芯國際又有做另一本東西 中芯國際是一間子公司做一些很勁的 遲一點再說 好了 沒問題 記住留意有芯片這件事 是中國接下來這一兩年 一個主打行業 阿爺主力扶持的 另一件事是零售 有這些很簡單的 這些很簡單的 做一些永旺的東西 這些都是 鮮絲 這些是比較細小的東西 這些不影響到大型經濟 天然氣和石油氣方面的時鐘 很簡單 原因在於什麼呢 比如這些很細小的東西 沒有什麼好說的 另外還有一件事 就是要留意的 就是 石油和天然氣始終是會重要的 這些資訊波技 也當然 這些就是應用芯片的行業 這些就是應用芯片的行業 這些都需要去考慮的 這些都需要去考慮 特別是水泥股 水泥股 水泥股要留意 因為 開始要做基建阿爺 咦 咦 還未去到 今天 就是一片綠 一片綠 一片綠裡面 就有一間叫中芯國際 升了上來 還有這個什麼呢 葉蔭科技 又升了上來 葉蔭科技做什麼 農園電力做什麼 新能源 新能源 OK 好了 華紅半導體又升了上來 華紅半導體又升了上來 華紅半導體又升了上去 中芯國際 電子 好嗎 宇信哥 宇信哥 是手機 所以今天 最主要留意到 很多這些 應用電子芯片的東西 是出來了 市集不要養 昨天還說 它應該會向這個 寶利加通道的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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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179 上面是17954 就當成179 好嗎 要先試這裡 試完這裡 看看能否可以 再次彈上來 沒有拍 就這麼多了 在這裡 都已經說到 叫大家要小心 越小心 希望它們不要穿 這個寶利加通道的中途 說叫它們不要穿 它們就穿鬼了 那我就說了 好嗎 好了 今天 有什麼股票可以留意呢 剛才都已經看到了 首先留意一下 是中芯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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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中芯國際